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非诚勿者 杨茜茜》 《非诚勿者 杨茜茜》 《非诚勿者 杨茜茜》 刚刚我们在前面一节的时候 把那个 把这个 庄于全他们这一组 把它列出来给各位看 他的因素 构面 是非常的适切 非常适切 可是不要忘记了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找 因为他是要依据的 他要依据 我查过 我不知道他们这个 譬如说 庄于全 范荣森 你的文章从哪里来 Yusuki是什么 他在说什么 他告诉你说 这边从哪里查的 那我要跟同学讲的是 今天你是要查的是 比较偏向 所谓的专题制作 专题的研究 那个谁 请他 我们要查的是专题制作 或者研究的结果 如果是Facebook 或者人家讲的那个分享 其实那个是不能用的 他分得很好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分的 可是呢 实际上他不能用 为什么呢 我们所谓的文献 所谓的文献呢 必须是什么 必须是属于 好 我把它擦掉好了 所谓的文献呢 它必须是要有一个 可靠性的 我们常常在讲说 有性度的 有效度的 可靠性的文章 所以大概是哪几个部分 我们在之前 有曾经同学们提过 有哪几个部分 是叫做可靠性的 第一个叫做期刊 所以我要你们在图书馆上面找 图书馆上面去找 找什么 电子期刊 我们一年花500万 真的 中华科大花500万 去做电子期刊 你们去找电子期刊 期刊的内容 第二个呢 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呢 是叫做研讨会 研讨会的 的论文 第一个呢 是期刊 第二个呢 研讨会论文 所以像我们学校 如果说 各系有在办研讨会 那个论文也算数 第三个呢 是统计表 尤其是什么统计表呢 政府单位 所发布的统计表 再来呢 相关的那个文史记载 叫做什么呢 各单位的文史记载 各单位哦 包括公民营的文史记载 然后呢 书本 真正出版的书 出版的书 这个是 然后还有哪一些 我们把这边插掉了 还有哪一些 可以去参考呢 像 接下来最常用的 最常用的 但是它不是 一般来讲 不是那么好 可是它最常用的 是什么呢 叫做 硕博士论文 或者说 称为 学位的论文 最后呢 就是所谓的 杂志 或者什么 杂志 报章杂志 报章杂志 这个是 比较其次的 所以你那个Facebook 那个都不适合的 我们看到这一个 同学 五个同学都 非常适切 你看我刚刚讲说 非常适切 可想而知 是很适切 可是 如果你真正要 能够有价值 适用 这一些 才是我们真正要去讨论的 你们课本上有 我之前有跟同学们 显示出它来 有跟同学们提过 在哪里呢 在 第四章 里面都有提到 这些东西 都有提到这内容 而且我也上网 给你们查过这些了 好 这是很重要的概念 你怎么样去找到 这些东西 而且在哪里找 怎么找 在哪里找 这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如果 同学们把 同学们如果把 这个因素找到 第二个呢 所谓的结果 结果就是假设 我们看 有一组同学写的东西 来 我们看一下 那一组同学 其实他写的就是假设 陈彦哲写的 陈彦哲的 陈彦哲这一组 这一组 我有去查 查他的文章 像 周思夏没来 周思夏 他是从来没出现 上礼拜有出现一下 结果呢 他就能够弄那么好 怎么来的不知道 我刚上网去确认 确认的时候呢 是有摘要 摘要并没有写到这五个 他却能够写出来 可能要找他一下 问他他从哪里找到的 这一篇文章写的是说 市区公车驾驶员 他的情绪 智力跟工作压力模式的调节 那我们这里面有谈到工作满意 他工作满意呢 他写的是说 本身 然后与他人的关系 与家庭的互动 个人的成就 组织架构 好 这样子是 内容是对 可是真正 你们找到 他不知道从哪里找来 我不知道 就是可靠性不足 你必须要把可靠性的资料 你必须要少输来才可以 好 如果说他是确定的 那我们来看看 最上面陈彦泽讲的 陈彦泽讲的都是结果 陈彦泽写这个叫结果 他说 组织创新活力 对成员的创造力 跟工作满足感 产生正向的影响 他这叫做什么呢 这是结果 就像前面所谈的 前面所谈的 你记不记得说 勞动情绪 劳务情绪 它会跟什么 跟工作倦怠有关系 有正向关系 所谓正向就是 工作倦怠 因为你的情绪劳务越高 工作倦怠就什么样 越高 这叫做正向 情绪劳务越低 工作的倦怠就越低 这叫情绪劳务 这叫做正向 他是正的 他也是正的 他是负责 他也负责 正向关系 他是正的 他是负责 叫做反向关系 负向关系 好 那你看哦 这里面写说 组织活力跟的效果 还有时间压力干扫的探讨 那陈彦哲这边写的 活力跟创造力 跟工作满足 产生正向影响 意思就是说 活力越高的人 越好的人 他的工作满足掌越高 他的创造力越高 这样知不知道 很简单 很简单的解释 再来呢 时间压力跟成员的创造力 跟工作满足感 产生负向 产生负向 这也是结果 这也是结果 再来第三个是什么 并且会干扰组织创新 个人的创造力 组织创新的活力 跟个人的创造力 以及工作满足感的正向关系 好 这么多 写这么多 后面括号 什么 H1 H2 H3 H4 H5 H6 这个H就是我刚刚讲的 假设 我可能刚刚写错 我要回去查 assumption 我是assumption 还有一个是hypothesis 我要查一下 这个怎么评 我再查一下 等一下 这个假设 假设的意思是什么 我举一个例 我每一次举例 就举例 举例两个例 让你们了解 身高跟体重 来 20岁以下 20岁以下 身高 99%以上的身高 都是什么 跟年龄成什么比 年龄越大 身高会怎样 越高吗 对不对 会不会跟着高 会吧 只是说 他高的 缓和度 不一样而已 所以 20岁以下的人 年龄越高 身高就越高 本身来讲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一种 关系存在 所以你假设 你说假设 20岁以下的人 年龄越高 身高就越高 这样对不对 假设 然后你要看 对不对 然后你说 50岁以上的人 年龄越高 身高就会降低 这样叫做假设 或者说 另外一种假设 我说 时间跟 成绩 成正比 时间跟成绩 成正比 我们就用这种 当作假设 写说 准备 研究方法 概论的时间 越多的同学 他获得的成绩 就越高 这是假设 然后你要去把 学生 每一个同学 他到底花多少时间 在准备这门课 然后考试成绩 是多少 然后做一个比对 不是觉得 可以验证他吗 这样懂不懂 这里就是假设 组织的活力 越高 创造力就越高 那活力是代表什么 我要必须要知道 他活力是什么 然后再看他创造力 是什么 用什么成绩代表 创造力 是不是两个成绩会一样 都一样高 这叫假设 好 这样听得懂吗 有没有问题 听不懂 还是等一下 我看很多人头低低的 假设 就是我们研究结果 所提出来的 我们刚刚 再回来看 刚刚那篇文章 注意看一下 来 不是这一篇 他这里有提到 这里面提到第一个 假设一看到没有 他把文章看过以后 看了很多篇 然后结果也看到了 结果之后 他看到 他就把他另一个假设 他假设是什么 他说 情绪劳务对工作坚待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是他的假设 然后他去验证 他去收集资料 刚刚对不对 用统计方式来验证 所以他说 情绪劳务呢 什么叫情绪劳务 他可能有五题 十题题目 提出来以后呢 你就答答答 最后统计一个结果 得到一个分数 叫做情绪劳务 那工作坚待也是 很多题目 统计出来 得到一个结果 叫做工作坚待 好 这两个呢 我用相关统计去 跑出来 结果他是互相关 意思就是说 他的工作 他的情绪劳务越高 工作坚待呢 就是越高正向 会正向 这个得到结果是这样 他怎么来的 他是因为底下这一篇 这个文章这么多 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 一直描述到 到这里为止 前面这个 这里 这个部分是从哪里来 从上面来的 从这里 这么多 从这么多开始 讨论 讨论 讨论了结果以后 得到一个结果 他就说 好 我 我得到一个结果 结论是这样子 达到一个 研究假设一 探讨完以后 得到一个假设 这假设是我们去假设的 然后我要去验证它 不要从后门来 我不讲很多次了吗 那个门会 锁会会有影响 好 来 这个是研究假设 我在做一个 整理 到现在为止 讲了很多 花很多时间 感觉上很复杂 可是它非常重要 它非常重要 所以我在做一个整理 我在黑板上做一个整理 好 来 听到这边 我们文献的目的 在了解过去人家 做哪些研究 跟你想要做的 有什么关联性 好 我就开始看很多文章 因为你们是团体 集体做 所以你们分工 大家分工去做 做完以后呢 找出来 找三大 文献里面呢 只要找到的文章 你要看三大部分 你要把它整理成为 它的意义是什么 它的内涵是什么 然后它结果是什么 在内涵部分呢 不管意义内涵跟结果 说是你们要去 共同讨论的 那首先意义 意义是 你最后你会写出 一段话 一段话 这一段话呢 可以用什么 可以做操作性的 或者概念性的 的一个意义在 把它整理出来 接下来呢 要把这一个主题的因素 把它解出来 可能有每一个同学 不一样的 得到结果 然后你汇整出来 你得到A B C D E 或多少 这叫做因素 比如说 刚刚讲说满意度 C体满意度 是包括装潢 包括服务 包括价格 包括它的 餐饮的内涵 还有其他 可能有其他 比如说危机处理 这是因素 找出来 然后呢 你可以看很多文章里面 有跟这一个因素 有关的结果是什么 比如说 这结果一定是什么 影响 影响是结果之一 相关是结果之一 差别是结果之一 差别 这些都是影响 我把这些 这些都是叫做结果 这些结果呢 我把它写成假设 写成假设 是假设是要 为什么要假设 因为它要验证 它要验证 所以我要写成假设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一个专题制作 目的要干嘛 目的要解决问题 对不对 那解决问题 我就先假设说 这个问题可能会呈现如何 我来验证 对不对 所以假设和跟研究目的 是有关联性的 很接近的 好 那假设呢 有两种 假设有两种 一个叫做什么呢 我在这边特别写哦 注意哦 它有两种哦 一个叫做虚无假设 没有的 一个叫做什么呢 对立假设 什么叫做虚无假设呢 虚无假设是没有差别 叫做虚无假设 身高跟体重没有差别 比如说 假班同学 跟乙班同学的平均身高 没有差别 这叫做虚无假设 假班同学的研究方法概论的总平均 跟乙班同学的研究方法概论的总平均 没有差别 这叫做虚无假设 什么叫对立假设呢 有差异有差异一定会有什么 大小高低嘛 比如说 假班研究法 研究方法概论的总平均 高于乙班研究方法 总平均分数 这叫做对立假设 这样懂吗 两大类 所以刚刚我们讲 在前面那个题目里面说 组织的活力越高 它的创造力就越高 对不对 它越高它就越高 它可以算对立假设还是虚无假设 它可以算对立假设还是虚无假设 它应该在对立假设 为什么呢 它是有差异性的 如果你说 活力跟 组织的活力跟组织的创造力 没有影响 没有关系 那就是虚无假设 只要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H0 就是虚无假设 有差异的就是对立假设 那对立假设的话 它有差别 或者谁比谁高 或者同样两个都偏一个方向高 这个这样概念 好 我这样整理给同学之后呢 你就知道 其实文献探讨真的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然后我可以跟同学提说 现在这个文章上面 所呈现的 的一个方式 让你了解的是 它是把文献探讨完以后 接下来就写假设是什么 是不是这样呈现 有没有看这样呈现 是不是 文章呈现完以后呢 接下来说假设就写在上面 假设一是什么 另外一种写法是 文献探讨一直探讨 我不管 最后我把假设呢 通通写在别的地方写 我以下 我有六个假设 我文献探讨完以后 我有六个假设 假设一二三四五六 通通写出来 两种写法都可以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特别跟同学们 花很多时间 再跟你了解 如果我刚刚有几组都没给我的 作业都没给我的 现在只有几个给我的 苏泽民有给我 然后庄于泉给我 再来陈彦哲有给我 还有张时华 王宁玉 这几组给 其他都没给 我这边都有记录 那慢的话呢 慢的话再给我 我再做记录 好 这几个同学 你们做的人 你们再回去 我今天讲过以后 回去以后呢 你再找看看 修正看看 你这个到底对不对 我把每一组每一组 呈现给各位同学看一下 第一组 这个是林诗言 你们这一组的 你们这一组的 主题是什么 主题是情绪管理 主题是情绪管理 好 大致上来讲 林诗言 你们这一组的内容呢 你们的那个结构因素 大致上说 还算是能够抓住那个因素 能够抓住因素 譬如说 我们主题是情绪管理 看到没有 老师哦 老师的情绪管理 老师的情绪管理 情绪管理 如果你这样看 它有内在的 外在的刺激 然后呢 主观经验的历程 这算有名词啦 可是 它蛮接近 所谓老师的情绪管理 我情绪管理 譬如说 因为外 譬如说我的情绪管理 外在的人事务是什么 我在上课的时候 外在因素 外在因素是谁 是你们啊 你们的投入 你们上课的态度 然后呢 环境 人事务嘛 试试 设备好不好用 或者其他的天气怎么样 会影响到我的情绪啊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内在是什么 内在是我自己本身 我本身的部分 也许是 刚好情绪不好 是因为感冒了 因为身体不舒服了 等等 还有呢 主观经验的历程 主观经验是我自己 在过去教书的经验里面 影响到我 所以我的情绪 不容易掌握 不容易去管控 那这个 就是因素构面啊 你怎么去了解 它是叫做 人事务的 慢慢你就会把 这几个确定以后呢 发展出你的题目 或者用观察的 或者用测验的 像这个 个体生活影响 生理的变化 行动的冲动 这也没有错啊 这三个大方向啊 你看哦 个体的生活影响 是我自己啊 我的背景 譬如说 假设这个老师呢 他可能 每天都要赶两小时的 车才能到学校 一大早就要出门 这我精神又不好了 这会影响到情绪啊 生理的变化 可能它是 可能是像 我最近脚不舒服 脚痛 那脚痛你站久 你一直痛一会 你一直在忍 会影响到你的注意力 那影响注意力 你情绪可能会不好 同学在讲话啊 你情绪又不好啊 还有呢 行动的冲动 当某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睡觉的几个起来 我这样讲讲讲 睡觉他讲他不爽 他就告诉我 你这么凶干嘛 我睡觉不行啊 那这样就会冲动 你知道吗 情绪管控 你管控不好 这都在他的范围里面 所以我看 大概这一组的 都在里面 但是我没有看 一个一个去对哦 我们要一个一个去对 因为我讲过 这个很重要啊 你可能搞不好 这从报纸写出来的 我觉得就不是那么适切了 好 这是我们整个 整个部分来讲 这一组不错哦 那你可以再往下发展 发展什么 发展假设 林思妍这一组 可以发展假设 好 再来 我们再看一下 像刚刚我讲过了 庄于全这一组 他的内容 他的分类都没问题 可是呢 依据有点状况 我查了两篇 我觉得好像都找不到 很多都是从Facebook过来的话 那就不是那么适切了 那你要把 再找一些 比较正式的文件 会比较好一点 再来 像这个苏泽民的 好像我感觉到 好像没有 没有一个是 好像在这五篇里面 只有第三篇 合一节 合一节 在哪 合一节的比较接近一点 就是服务的保证 知觉等候 再购买医院 这里面呢 有一点点是跟满意度比较有关 其他的呢 其他的都跑掉了 其他的都是文章的主题 好几个主题凑在一起 其实不对的 你应该去找 顾客满意度到底含哪几个因素 这个不是很正确 除了合一节稍微接近以外 其他的都不正确 不是你真正要所谓的因素 好 再来 我看还有哪一组 刚刚哪一组没看到 有一组是张石华那一组 你那一组 你那一组 不知道是谁写的 好长好长 好长好长 那个好像都不是很正确 我来 我找一下 好 张石华的在 在哪里 好 张石华这一组呢 几乎每一个都不对了 几乎每一个都不对 因为你跑掉了 譬如说第一个 我们在谈 你的主题是服务满意度 服务满意度呢 好 我们看第一个 其实你的服务满意度 就是这个迹象 我给你看 产品价钱 人员服务 环境设施 这个也是环境 产品 产品这里有 产品跟产品的功能 产品的价钱 这几个就是了 一 二 三 四个才是 后面那个都不是 然后再来呢 沾家荣的是 也是一样 怎么完全一样 多了一个 没有没有 你还是不一样 这个设施 服务 环境 价格 还有什么 没有了 这几个 然后再来呢 那个刘怡玫的 也是更多了 也许 也许 他这个部分是 心理 在这里 心理 社会 心灵 身体 他是这几个部分 但他对象不同啊 他是属于那种 老年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呢 廖佩颖 廖佩颖的没写完啊 这几个 你们回去再查一下 请不吝点赞